你在吃什麼? 在吃?在吃朱古力 經常都吃朱古力 這次是幫Infity拍廣告 Infity拍攝一些有歷練的人 所以我用了相展這個概念 和自己重溫自己過去的理程碑 做過很多事情 或者自己有些成功或失敗 自己都不會很記住 未必一定是回想 因為我都是向前看的人 看相展就發覺 做過這件事、做過那件事 不同的階段 比起外表的美 我覺得有歷練的人 真的有令我更吸引力 以前的人說中女中女 好像很貶義 但我覺得女人 去到某一個年紀 可能30歲以上 已經有過不同的經歷 面對過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體驗 或者一些成功甚至失敗 那種成熟而培養出的溫柔 是年輕的時候反而沒有的 很膚淺地說 外表也是實力的一部份 但不是輪廓是否漂亮 外表是否漂亮 不是那麼簡單 而是整個外在怎樣持續自己 怎樣去保養 選什麼衣服 是否適合自己 那你走出來的形象和氣場 是否令人覺得你很自信 很漂亮 那實力當然是很重要 因為你是捕捉每一個機遇的時候 如果你的準備不足 或者本身你實力不夠 其實真的擺在你面前 你都吃不到 每天其實都要進修自己 我經常都說每天都要進步1% 那你一年366天 你compound了 就會有37倍的進步 而不是365%的進步 我真的一輩子都沒有害怕老 對 我覺得要age gracefully 即是你符合你年紀的老 而不是50歲好像80歲的樣子 其實符合就OK了 即是有科技的幫助 只要你在能力範圍內 你做回應該要做的護膚 適減護膚品 那還要內外調理 吃一些好的supplement 去改善你的體質 其實都不會點腦的 首先他用的科技 即是用諾加因子 這幾年就很流行 因為諾加因子本身是一個science breakthrough 在抗衰老方面 全部都是吃的 然後Eugine跟我說 我要用諾加因子來護膚 做護膚品 不只是用科技這麼簡單 連質感和效果都是這麼強的護膚品 我真是心悅成福 對Infinity三種護膚品